将军我们最想看到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国机 永英高教机 说要投500磅的水泥弹 对 挂500磅水泥弹去做 把场做投射 水泥弹是投下去不会爆炸的 不会爆炸 就是跟那个边上 我们讲的传统炸弹是一样的 那平常时候它要做 我认为有五个意涵 第一个我们知道 永英高教机 它今天可以平战结合 不是只是盆射教练机 它平常可以当教练机 需要的时候可以当宏炸机 密集资源作战 攻击机或者是组绝作战 战场组绝对海攻击 对地攻击都可以 我可以挂炸弹 第二个它挂了弹之后 我现在挂了 飞机重心又没改变 要做测试 我们飞机的重心如果是前移 你可能起飞的 起飞速度都会受影响 因为你变重了 飞机的这个 我们讲重心改变了没有 然后重心改变之后 气动力改变没有 你弹挂上去之后 空气阻力 形态变了 空气阻力跟飞机的重心 那我们知道飞机它能够动 都是飞机的重心 跟气动力重心之间的作用 交连的作用 飞机才有这些 那么凝巧的动作 有没有 第三个就是说 它起飞的速度 跟落地的速度 还有进入靶场 做对地诈射的速度 通通都要把它修理弄出来 今天是大角度投弹 今天是小角度投弹 今天是超低空投弹 都要做测试 那到底是多大的速度进去 是400海里的速度进去 还是300海里 350海里速度最佳 它要做测试 这时候做测试最好 然后做大角度多少进入 它这样来把这个东西 把数据算出来 那第五个 我们就想到 就是它要作为一个叫犯 这设计完毕 就变成作战手册 作战手册之后 把它的航线的高度 速度 航向导入的 然后脱离几个机 机里几个地心里 拉接 可能两秒钟五个机里 两秒钟四个机里 要拉起来 不然会被那个量不够会 在距离拔过境的话 会造成危险的动作 你要把这些作战手册 作战的这个性能株源 通通把它列入 那你就要做死飞 那这死飞到靶场去 然后把这个损机弹丢掉 要这样子 然后甚至还 有时候还要带着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炸弹落地 丢不下我要落地 落地我怎么落 要再回来 要再回来这样落 那今天做了500磅 那我们经过放大 那挂了1000磅的炸弹 挂了2000磅的炸弹 也可以啊 你这个手册就出来了 5000磅 500磅 1000磅 2000磅 或者然后是挂一枚 有时候是挂三枚 有时候挂五枚 那都可以做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飞机的火控系统 因为投弹投弹的系统 这个要自己来建制 这火控系统投弹 它一投一抛投 那个整个就出去了 然后有光学 瞄准距 一瞄准 可不可以命中 那可以套路的光网 命中目标 这个都要去做测试 所以今天它变成 最重要是为了平战结合 平战结合要做航线测试 把所有的数据 一清二楚地把它算出来 所以每一个数据都要 这个原原本本 都经过验证 这个就是一个时兵验证 时兵把它做成一个 我们讲到的 性能租源的手册 按照手册 以后挂上去挂什么样的炸弹 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阻 起飞速度都改变了 本来可能是145 可能因为每挂一枚 要加5里还是多少 变成150 155 就按照这样来算 那这个整个的话 就要做一个时探验证 所以这样来做进行